日前秀林湘起来东陵月行驰发生了一起失踪失联事故 其中有一名女性登山队员失联与登山领队会合下撤 但到17号晚间都未会合并联系不上 急需要救援 经过报案后花莲县消防局15名的搜救人员进行扩大搜索 终于在20号上午10点发现了失联者 而生命迹象稳定 目前代评估气候进行空勤吊瓜 日前17号在秀林湘起来东陵月行驰发生一起登山客失联失踪事故 20日上午消防局持续增加10名搜救人员至潘石西风 在热区进行扩大的搜索 就在20日上午10点50分发现失联者 据搜救人员指出失联者的坐标位置距离步道约500至600米 人员目前是已经接触尝试上拉 而生命迹象相当稳定 也持续等待气候稳定之后进行后续的撤离安排 记者凌杰 华林市财阪报导